我是台湾青年 我来说 大家好 我是王炳忠 最近我们看到在金门当地 有跨党派以及五党问政联盟的金门议员 他们共同发表了愿景 希望金门可以成为一个永久的非军事区 也就是说希望战火永远不要再发生在金门 对于金门相亲来说 一定对于这样的一个共同愿景是格外有感 因为无论是比较有年纪的金门人 亲身经历过那段岁月 或者是年轻的金门相亲 也一定听说过家里头的长辈 来回忆当年金门作为台湾当局对抗大陆的第一届 确实付出了非常巨大的牺牲 在那个时候金门被认定为叫做所谓的军事区 所谓的战地 那么全岛戒严 全岛皆兵 那么这个年轻人从大概十五六岁 这个还是年少时光就要去做娃娃兵 所谓的大家都要和金门共生死 并且金门被认定为是所谓的战区之后 有许多正常的经济发展都不能够来进行运作 所以现在大家希望说我们要和平稳定过好日子 金门不要再有战火发生 过去我曾经因为小三通要到大陆去途经金门 就看到在金门的码头上有一段话 也可以说是一副对联 那么他写着说战火无情和平无价 我想这段话是格外的让我也是深深有感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金门要有这样的愿景 应该是所有我们在台湾地区的人都应该要感觉到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一个非战之区和平之岛 大家应该成为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丽宝岛 一个乐活的宝岛 大家都能够在这儿过着和平繁荣的日子 而不要被美国利用来作为一个反华的马前族 又把我们拖入战火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金门相经 他们提出了一个倡议 他们认为说我们应该要赶快让京夏大桥 可以通行可以通车 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完全非常自然的 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 因为金门的历史上本来和厦门就是同一个生活圈 在过去金门一直以来 就是福建省原本的属于同安府来管辖 同安县底下金门和厦门遥遥相逛 其实你说遥遥也非常的近 咫尺之遥 过去我在金门的海边就看着对面的厦门 看着一星二楚 那么让我觉得特别有感的是 我们从金门坐船到厦门去 结果发现黯淡的金门 以及这个五光十色的厦门 形成强烈的对比 确实金门的发展是远远不如厦门 那么金门必须要背靠厦门 才能够得到一个大的发展腹地 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这个京夏大桥 将金门和厦门连接在一起 那么相关的经济活动 以及许多的医疗设备 许多的这个名声需求 就都能够活络起来 那么放大来一说 其实台湾也是背靠祖国大陆 对于这个台湾的民众来讲 大家觉得说台湾经济发展饱和了 台湾的市场不足 但是当我们把自己放在整个大中国的这个场域里头 我们就发现了 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锦绣河山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说让台湾变成战场 让平常我们逛街的这个市井 让买菜的市场都变成战场呢 这不是非常不治吗 我们反而应该要认为说 整个中华民族大家一起发展壮大 尤其倚靠强大的祖国大陆 我们在安全上更加不需要再有忧虑了 我们可以背靠祖国大陆 来给我们非常大的安全屏障 同时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让我们有广阔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京下大桥 能够通航这样的一个美梦 就让我想起过去 这个在大陆上也很流行的一首歌 就说这个坐上那动车去台湾 就在那2035年 我们也有个梦想 希望2035年两岸赶快能够高铁通车 到时候大陆同胞能够乘着高铁来台湾去台湾 而我们也能够乘着高铁 到大陆海峡两岸 真的是一家 我们能够真正的有座桥 把我们连接起来 那是多么美好的事 老板 当然不是要有座桥 孔知白 了 您 感谢观看